河南的这个审判大逆转 我们来看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检方起诉求刑是八年 那在一审的时候是依贪污治罪条例 公务员利用植物诈裁罪判十二年 另外内线交易的部分则是判无罪 那在二审的时候还是同一个罪名 公务员利用植物诈裁罪罪 但是从这个十二年改判了九年 跟一审的时候依的是普通诈裁罪判刑是七个月 那跟一审为什么做这样子的判决 他的理由是说第一个陈哲南担任的是 总统府的秘书长 这个职务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影响法官的判决的 所以不能够叫做利用职务来收贿 那第二个部分呢 第二个理由是说他已经快七十岁 体弱多病所以就这样吧 然后第三个理由呢 是这个诈骗所得他已经全部都还给了梁博勋 在这个辩论庭上陈哲南还老泪纵横的说 他实在是看透了官场的幻海浮沉 感动了法官 第一股息之年年近股息之年 本能超过股息之年 第二点体弱多病 体弱多病可以装的你知道吗 一旦判无罪或判轻罪的话 身体马上好起来 又见乎如飞了 第三点哭哭啼啼 那更容易了 所以这三个我看到这三个 也是梁刑跟法条选择的一个参考 我真的觉得说精细何年 我甚至有一点要一要欲试 也许找个罪犯一犯 这是他们的司法人权 我这三个条件很接近 很符合 我坐牢的可能性不高 你就是鼓励老年人犯罪 可以这样讲 可能要等大老再等几年 80岁以上法定可以减刑 为什么这个可以感动一个法官 为什么年龄体弱 跟哭哭啼啼 可以感动一个法官 这个是我实在很难相信 法官太有母性了 尤其是这个存在讲的 浣海浮沉 然后老泪纵横 就让法官觉得非常的感动 其实我们感受到 我们好媳妇那个时间 他的福比他的诚来得更多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 我觉得我对这个法 我觉得法律经理 当然有他专业的一些考量 你说他完全没有道理吗 没有他的依据吗 可能有 但是我非常不以为然 我认为他这样的状况 跟人民的情感 跟他的经验认知差太多了 刑法上面能够减刑的是 80岁不是70岁 所以可见这个法官是乱判 他情感上减刑 没有什么情感上减刑 法律上有说情感上减刑吗 他说什么体弱多病 那个根本都鬼扯 什么痛哭流涕更好笑